混亂期間突然傳出一聲慘叫 鄭若驊倒在地下 由隨行人員扶起互送離開 示威者繼續跟著他 身處倫敦的鄭若驊 當地星期四晚出席特許仲裁學會舉辦的講座 準備發表演說 幾十人在街上包圍他 指罵他是殺人犯 鄭若驊沒有停下來也沒有回應 之後他在混亂裡狼狽跌倒 他其後發表聲明形容示威者是暴徒 嚴厲斥責對方令到他身體受嚴重傷害 已經即時報警 倫敦警方星期五發聲明說 已經立案調查事件 暫時未有人被捕 又透露一個女人手臂受傷 已經由救護車送院治療 中國駐英大使館發表聲明 表示強烈憤慨和嚴厲譴責 要求英國警方 加強對中國在英人員和機構的安全 外交部發言人謹桑說 今次襲擊發生在英國 與英方一些政要 違反中亂港分子站台有直接關係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亦已向英國駐港總領事館 提出嚴証交涉 當勞記者十字號報導 eminological ken.구. dieagen. 分析